帥氣伸手 俐落攻防 胎體極艦隊在110全大運 一共奪得三金二贏二童的亮眼成績 其中隊上的選手唐紫晴 更在今年的胎體運動會 擔任火炬手 穿成運動家精神 面對即將到來的111全大運 胎體極艦隊在隊長閻君優的帶領下 展現積極的備戰狀態 除了額外控出時間加強體能 更會依照每位選手的訓練狀況 各別做技術上的調整 主要是先以體能為主 輸比較輸在體能上面 技術輸人家的話 那回來再練就好了 技術層面的話 我們下午都會做對打的訓練 其他人在對打過程中 抓集的能力比較不足的 出來做個別訓練 针對今年全大運的目標 台體極艦隊在各項目上 皆有心血注入 步槍團隊站立 教練賴明柱也表示 除了希望能延續去年 男子銳艦項目的躲進氣勢外 在備戰男子及女子 頓鍵上人會特別做心態方面的調整 期許今年能成功渡金 女頓的部分的話 因為去年很可惜輸了一點 就變銀牌 所以這一陣子的訓練的話 是針對選手的心態來做調整 希望說今年的全大運的話 能在女頓的團體當中 能把金牌拿回來 111全大運極艦賽程將於5月8日 在中央大學揭開序幕 各個大專院校的極艦好手 將起居一堂為校爭取最高榮譽 台體極艦隊也期盼能發揮最佳水準 突破以往成績再創巔峰 記者 蕭品函 張玉婷 台中報導